今天来品尝一下就是 这家五条仁 在胡宾的五条仁和 五菱的五条仁 它的味道也不错 因为 五菱的五条仁我觉得太稀了 对不起这个酱 我只能尝一下这个 逃避来说我们都比较多 然后温度就会比较 有点烫一点 那五菱的话 基本上就是 随随便便的负点 可以 再从下这个双瓶奶 五菱的双瓶奶基本上是不成块的 但是你看可以看到 这个双瓶奶还是有点形状 整体的奶味 奶味比较浓 然后还可以 非电来活命这家 每个人饭吃了一半 去刮肩票去了 一天 你让我给你 混混在一样的 可以放入这种感觉 快跳上马上 你也会配合 好多的 你还可以帮我 我的天啊